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据说人在跳起的时候 一枚炸弹刚好在身后炸开 产生的冲击波刚好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而使得他跳远的距离变大 一下子跳出了十几米远 这是真的吗 今天土豪三人组就来验证这则流言 不过首先他们需要得到普通人跳远距离的平均数 所以凯莉和托瑞来到了运动场地 在这里他们受到专业的指导并且各自跳出了成绩 计算出普通人跳远的平均成绩一般是7.6米 但是问题来了 在慢速摄像机下 两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连半秒都不到 这就难以控制炸弹爆炸的时间 所以他们制作了异于控制的弹炮 并且在假人身上安装了固定装置 经过多次的实验起飞 测试出了能够喷射出最佳距离的气压 以6300千帕的气压发射假人 假人就能飞出7.6米的距离 并且在空中的时间能够持续一秒多 得到所有需要的数据之后 他们来到了指定的实验地面 根据假人的飞出距离与时间 弹炮的开关和炸弹的引线 当假人被弹炮发射之后 经过半秒之后会达到空中的最高点 通过延迟装置把炸弹的点燃延迟半秒 从而让炸弹在假人达到最高点的时候爆炸 先进行装置的小型对照测试 调整气压为6900千帕 按下开关之后 假人顺势起飞至8.2米 只要假人在炸弹的帮助之下 飞出的成绩超过8.2米就能够正式流连 他们又依据炸弹的不同威力 先是选择了撕裂性较大的C4炸弹 并且放置了4.5千克在假人的后方 一切准备就绪后 按下开关 假人再次飞起 半秒过后达到最高点 炸弹如期爆炸 通过肉眼可以看出 4.5千克的炸弹产生的爆炸冲击波十分巨大 但是经过测量之后发现 假人的跳远距离并没有改变还是8.2米 于是他们改变了炸弹的种类 选择了能够将物体抛出更远的超低速炸弹 也是一样的重量4.5千克 8.2米远的距离 于是他们直接增加炸弹的用量到11.3千克 在慢速摄像机下 可以看到 炸弹产生的冲击波是很大的 但是假人还是只飞越了8.2米 如此都无法给假人提供动力 三人都有些迷茫 短暂思索之后 他们决定再次选择了增加炸弹的威力 把炸弹的重量提升到45.3千克 然后开始实验 结果依旧不如人意 假人还是稳稳地落在了8.2米 三人开始猜测 是不是受力面积太小 从而接受不到冲击波的动力 于是他们给假人穿上了 涂了防暴油漆的风筝 并且得知这样的假人 只能飞越7米 之后准备45.3千克的炸弹 在其后方 按下开关 假人像空中飞人一般飞向远方 但是测量之后 发现距离并没有改变 依旧是7米 很明显 炸弹产生的冲击波 不能使人跳得更远 最终流言破解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